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 像是葵收纳篮 可以用来装钥匙、耳机 或者是糖果等小物 这里呢我们选用的是 四骨的牛奶棉 双骨线勾芝 以及一个3.5的勾针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勾制方法 首先环线起针 接着绕线圈 编织七个短针 切针完成之后 接着收紧一线圈 最后呢在第一针上 编制一个盐巴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呢在这七个短针上 各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14个短针 14针完成之后 接着在第一针上 编制一个盐巴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呢第一针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第二针 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呢继续 每隔一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21个短针 接着后面继续 每一圈呢各增加7针 一直勾制到 第八二行即可 主体部分的第八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勾针取下 然后呢将勾针 由织物的背面穿过第一个针目 接着将线勾出 然后呢顺序 编织56个短针 56针完成之后 接着在第一针上编制一个引巴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呢调转方向 接着在引巴针上调整个针目 按顺序编织56个短针 后面呢针数不变 每一圈各编织56个短针 一直勾制到第十五行即可 主体部分的第十五行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然后呢调针目 后半针的一根线 按顺序编织56个短针 最后一圈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呢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花瓣的部分 调针目 前半针的一根线 在这里呢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接着锁一针 然后呢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两针 后面呢空出一针 然后呢下一针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两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编织 环形编织一圈即可 画边部分的第一圈完成之后 接着在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呢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然后呢在第一个锁针上 编织一个银八针 接着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然后呢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同一个位置 接着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呢在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银八针 这里呢就是一组花样 后面呢继续 重复编织 一共编织14组花样 花边部分的第二圈完成折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呢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第一圈花板完成折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圈的部分 首先呢在第15圈的第三个针目上 调针目前半针的一根线 在这里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呢继续 重复第一圈的花瓣 进行编织 同样式勾织14组花样 再试试一下 再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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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试一下 现在可以重新编织 起来 这一根线 这一根线 就能说 还会行到 这一根线 我可以重新编织 提供织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我可以重新编织 这一根线 就能够织 我可以重新编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我们这一款双扎栏呢就做完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